4月2日五間馬經摘要有 實力哥田太安今次再幫希斯騎馬 有信心可以加分不多之下 四班再贏一場 嘉飛凡上次前快後快 結果在不利場地下放輸 今次用了見習生 方鴿下說可以再贏 黃腳立不怕快步速 今次可以跟到馬跑 一樣可以繼續贏馬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馬經 這個環節內 都會和大家介紹三匹精選馬匹 不是你主力投注對象 都可以將它兼顧 當中也有冷有熱 未說之前 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 由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當然可以按下去 訂閱世榮香港人卓馬頻道 有這些提示 精選馬匹 可以告訴大家 就算有新片 例如1Q博士出 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了 事不宜遲 帶大家看看 究竟三匹精選馬匹 第一匹實力哥 是否真的有實力 連貼兩次世榮 上次見到要加紅心 前一次對著快狠准 已經和大家說過 這隻A加三十二檔 三疊走過來 連貼快狠准 當然是厲害的 轉去泥地 對著五班 奧華威威 一定贏你 贏頸我有點失望 後來看回原來又慢步速 那天場地又來前置 八心之威都放到回來 還有星龍區一放到底 你這樣的後想 只有你一隻可以 其實鑽色催產和奧華威威 都是賺了金錢的報酬 後想火神神樂高明力量 實力哥 比較實力哥就是強一些 當時已經背著130磅重磅 今次厲害了 背著五磅那麼少 這些四歲仔靠進步 其實已經足以彌補了 而且說真的 都不是每次這麼難後想 所以如果接下來這個賽日夜馬 可以正常 不用好離後想 正常就行了 正常場地的話 根本那五磅 和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要記住 這隻馬在外地 其實泥草都可以的 所以一開始 它是跑草地都不出奇 三WIN一個第二 其實第二沒有威脅 輸三個幾碼位 但大家要記住 這些馬 出襯都不甩 其實它已經是天生 比其他馬好 準成多些 那麼 希斯買了它 即是運了它回來之後 除非它炸過對面的練馬師 很多 否則這些馬 開始踏入成熟期 它可以一路贏上去 贏到你不信 可能三班頂最後都贏 成四五WIN 即是好像早期那些 齊心同行 連少有威 你在四班發現它強嗎 其實它贏到 上去 一樣照繼續贏馬 雖然你說三T場次 會不會這麼容易偏熱的熱門贏 都可以熱頭冷腳 跟大家說 都有澳友 戰士那些大熱門贏馬 都不是每次一定要開冷門 開冷門 你又有沒有買 就是瞬間看讀贏的問題 它都是會開一些曾經贏過的金法銀法 希望大家留意到 例如實力哥 就算贏不了 贏他的那些 又是贏過泥地馬 龍藤飛翔 鑽色摧殘的馬 同場的馬 這場水準偏低 很多馬都沒有贏過 所以實力哥 雖然加了五磅 當然重磅有影響 但本身自己能力夠 加上場地不一定 再利前置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贏的 所以就算你不是買它WIN 你可能嫌熱了 臨場只有兩倍三倍 其實不會的 怎麼都有四倍給回來的 這些馬你就可以用來買Q 因為入得來的 通常都不是最厲害的兩隻 未必是減榜、見習生、鑽色摧殘 或者龍藤飛翔 可能走些孤零精怪馬 人氣我取的第二 經常都有 有時蓋上了不覺眼 很多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講完這隻之後 我們去廣告回來 等我喝口咖啡 再講一下這隻咖啡飯 咖啡飯 這隻咖啡飯 上一次跟大家說 它前快後快 和鐵三角放掉 後遙堡區這麼厲害 叫做強組 不過為何再出不行 因為那天的場地 三場1650 過第二個彎 即是轉彎那段的時候 去到對面直路之前 那段是特別快的時間 拖快了整個步速 變成整個場地利後上 可能是對面順風直路易風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見到 外檔馬後面蓋的 那些全部都是在這三場裡 全部都是赤馬雄峰 駕駛旗巴 其實這些都不是很厲害的馬 北海道那些都是 全部三甲幾乎都是後上馬 包辦 要超慢步速才有見測群 應開心勇區 緊緊贏一隻拼望波 其實拼望波都追到很貼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天的場地 1650 或者轉兩個彎的路程 無疑就是利後上 就算千八 你自己看看 奧龍區 巴巴幣 線路精英 沒有一隻不是後上 赤子紅森 所以都挺厲害的 他十一檔級 他都要用力 千八 直路雖然長 但是全程順風走 走快了 然後轉入直路的時候 有翼峰 對他來說都是高難度動作 所以C加3 有時你都要看形勢 不一定說你前肢放頭 手貼欄 博洩位 不是的 有時都要看風向 不同路程 千二那天 C加3是全部來貼欄放頭 這個大家要記住 好了 說回嘉飛凡 既然上次是這麼不利 他應該要輸遠一點 但是又沒有 因為他這場步速 是放到頭兩段 已經快了0.76秒 0.76秒是多少呢 大約是四個半馬位 一個馬位是0.163 兩個馬位是0.326 0.326乘2 四個馬位是0.652 這裏派0.76秒 都差不多四個半以上 所以放快了這麼多 回不了正常 雖然他不是真的放頭那隻 真是放頭那隻 是黃隱複星 但沒辦法 黃志宏在十檔 他早段要切過來 當然要不要走三碟 騎快了 整個步速拉快了 所以湯姆山再贏魔法速遞 多少就略大運氣 還有大家有印象就是 那天外欄真的挺好 所以健康之星 武林之尊 魔法速遞等等 都可以在外面 因為快步速和場地 在外面蓋而追上來 所以這場 其實他輸的兩個幾馬位 大家不用太介意 甚至黃隱複星再出 都可以再留意 加菲凡這場憑著進步 再加健雜身減榜 當然可以很輕鬆 沒有騎錯的話 不用走三碟 泥地1650 跑去二碟 拉出來就可以了 昨天新世紀速賓賽事 都說了很多這場 加菲凡 因為我說 其實這隻馬泥地一再試雜 千二都夠快擺頭 它是有速度 兼夾泥地 是不會怕跑泥 所以王志宏也試過 知道這隻馬大躍怎麼騎 建雜生當然不可以要求 好像報民那樣 入席路還很淡定 但是人會進步 建雜生在季美體力上 比其他馬 不用太重 他又有優勢 優勢會擴大 加上他自己有進步空間 還有10磅減 就很值得大家去試 雖然可能熱些 但值得大家去考慮這隻馬 他不怕快步速 前場試過給你看 快步速都回來了 接著我們講講美場 那批黃腳立 這次兩隻放 回來再講為何都要選它 前一次慢步速來地後上 未拍裂飛就追到上來 戴紅袍和他一齊賺慢步速 結果都回不了來 你說會不會狀態回落 其實就是負榜太重了 因為在我身後大家見到 希威森是多少磅 135磅 嘩正 一用王志宏 揹小十磅那麼多 就十二檔都不怕 泥地千二 縮程怎知馬油不夠快 結果沿途就走了外跌 你當他油馬可 回來 結果他會否斷不慢 證明肅程他好爆了 不過人家都好爆 聖龍他都是前快後快贏 所以165磅才適合他跑多些 你說這次十檔有沒有馬頂住他 當然有 但不怕 希威森這個印就很喜歡放快了 就不怕他走三疊 之前大家見識過其他馬 我們買了被他擾亂步速的時候是怎樣 他就會走三疊 燒快了等等 所以希威森其實是很懂得放馬 他怎會不知道補速 這隻會比菲伦布快 菲伦布在165磅 你見他組斷現在開始立腳 都要比了 飛那麼密去再出 其實列馬斯的目的都是減分 如果165磅這樣轉泥地 尾場會贏呢 我想他前面那隻精精日上 多少都給到啟示 說容天鵬未得過Q的泥地馬 如果那隻沒有 不就像沈集成那天 全部都沒有 陸續無限沒有 後面那些全部都沒有 所以小心點 跟五盤子一樣 誰知華麗在性都會沒有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很多這些情況會出現 菲伦布多少在臨場再應變 但黃腳立的十檔 都會令到這隻馬好分一點 因為同場 譬如潘頓那些好心得 拿完八萬挑戰盃 又經常近近地 都會有人憧憬一下 而且始終都是大馬房 另外就是 譬如之前經常駁到 入三甲的刀靈復星 或者無心睡眠 甚至有些迴勇的彩虹千里 泥地好賽職的火鑽等等 全部呢 容天鵬不知會否出這隻才是真的 全部都是一些在泥地有根有據的馬 所以都未算到角收是楊明倫 大紅布還有靚當 令到黃腳立其實都會有十倍八倍給大家 又會變成什麼 值得投注的時候 所以這些馬大家就不要漏掉了 當然 美場有黃腳立呂健威 前面不會一隻都沒有 最近成績都不錯 因為除了黃腳立之外 上個星期日剛剛才贏完 那些金發銀發 所以它不會只有一隻 傑出漢子 高明力量 好戰小子 就自己想想哪些會好些 好了 講完這三隻之後 大家記得用堅仔賽馬APP 記錄一些心心 未必是你投注對象 臨場都看看過關飛 界飛展財經 雲數據等等 加上我的Live 和大家說最好 你想問一下 沒有問題的 右下角不是有四星龍珠 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 到時就可以和我們一起聊天 好了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五間馬經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別走開 一日五間再見 拜拜